俄羅斯與北韓的合作 會不會影響俄烏戰爭 其實還不得而知 但最新的消息卻讓人震撼 德國證實總理肖茲 在15號的時候 和俄羅斯總統普丁通電話 就是兩人在近兩年內首次對話 而克里姆林宮表示 這次對話是引德方的要求 而普丁也告訴肖茲 任何終結烏克蘭戰爭的協議 都必須將俄羅斯的安全利益 納入考量 而肖茲則是要普丁 將軍隊撤出烏克蘭 並且開啟公正和長久和平的道路 俄國方面則是認為 儘管雙方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通話卻是相當正面 儘管德國強調肖茲 在和普丁通話的前後 都有告知澤倫斯基 但是烏克蘭總統 依舊公開表達不滿 另外澤倫斯基也針對川普 是否能解決俄烏戰爭 發表個人看法 他說一旦川普明年就任美國總統 俄烏戰爭將提早結束 不過澤倫斯基的理由是 這是川普政府對於美國人民的承諾 不過針對普丁 以及肖茲通電話後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則是大罵德國 認為這通電話 破壞了孤立俄羅斯的努力 並表示 潘朗拉的盒子已經被打開了 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 說了 川普總統 他想要招呼 普丁通電話 在我的思考 這道電話 是 現在 還有其他話 還有其他電話 和其他電話 和其他電話 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黑X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身份字幕及靜音 訪言 評価 編集 評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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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価